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這個禮拜 航停真的非常非常的熱鬧 這段時間 到底該怎麼操作 我要跟最近剛剛出書的 軟木華 木華大哥來討論一下 木華哥最近有個新書叫做 錢要投資 大家這個有機會可以買來看一下 如何學木華哥可以財務自由 這個顛倒過來叫做投資要錢 所以說我們要努力賺錢 賺到自由健康 網路上有哏說 現在賺到自由變自由落體 因為最近股市波動實在太大了 剛才阿哥講說命懸一線對不對 但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正面想一下好不好 一生懸命 日本人講一生懸命什麼意思 各位知道嗎 我們做任何事情 我們這一生都要把它努力做到好 盡力而為做到好 所以說阿哥剛剛講命懸一線 現在目前投資人大家都很緊張對不對 那我跟各位報告 不用緊張 好 我們一生懸命 所以你先把結論跟大家講 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好 但是我今天有dress code 有沒有看到我今天穿什麼 木華哥今天穿得非常的casual casual friday 牛仔褲加球鞋 難得看到你穿這樣子 牛仔褲加球鞋代表什麼 代表提槍快跑 是 dress code來 這個行情不用擔心 但是也要隨時要提槍快跑 這個一生懸命的意思是告訴大家 我們這一生投入股市 不是只有做一天而已 是 所以經過這次的挫敗 比誰的氣長就對了 對 經過這次挫敗不用擔心 我們要努力的把錢再賺回來 我們看這個禮拜 應該說這一段的行情 到底波動有多大 觀眾朋友 17709還油顏載爾 現在已經剩下多少 剩下15827 觀眾朋友 就這樣一段已經跌了2500點 這是波段 這個禮拜大概高低點也跌了 超過2000點左右 沒錯 當然這個禮拜發生非常多的事情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因為疫情的關係 當然最主要昨天還有 停電的突發事件等等 但是到底有多難做 大家看一下 我們統計這個禮拜以來 後面上左手邊是 上市公司漲停的加速 原本有44家 到今天剩下16家 但是跌停加速 原本禮拜一沒有人跌停 到今天是21家跌停 過程中 禮拜三還有140 40家跌停 你就知道 這行情有多難操作 這一天 大家可以你知道嗎 盤中上市櫃加起來 曾經在11點鐘左右 有711家跌停 加起來700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 史上最大紀錄 創紀錄了 因為當天創了非常多的紀錄 這個單日成交量紀錄 史上最大盤頂的紀錄 史上最大單日跌幅盤中紀錄 為什麼會創造這紀錄 我們看下一張 因為發生了很多的小白 都在做融資追繳的情況 所以讓行情波動如此之大 但是我們的投信投物工會 理事長張錫他說 台股已經超跌了 閉著眼睛買 甜蜜點已現 散戶在停損 大戶說停一點已現 你贊成嗎 那當然要買 也要看說買什麼股票 以及怎麼買法 那當然我現在建議大家 可能你現在要買的話 也是要逐步分批買 基本上我有四個建議 其中一個建議就是說 我們現在操作節奏 要放緩一點 除非你的資金部位非常的龐大 那一般的小資族可能 就那一兩百萬做股票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盤勢 波動震盪之下 其實我們的節奏放緩一點 衝容一點的進場 那會是比較好的 同時盤中切記追高殺低 因為現在目前整個引波放大 所以盤中的震盪幅度很大 所以你盤中追高 你劍洪去追他 很可能他就反而下來了 那你殺低 這疊得很慘 又拉起來 你在那個地方想要去空他兩張 先賣一下 結果他又拉上來 所以說現在當衝 我覺得稍微要酷盪一點 好這個大家 這個要不要看盤看局 就心動手癢 因為看了四個半小時 木浩哥不下單 會覺得很痛苦 沒錯 但是木浩哥請大家 千萬不要 要冷靜 對 好 現在目前我認為 台股處在所謂的 內外交迫的情況 這麼嚴重 內外交迫 內外交迫 第一個外有美股不穩 事實上台股這一波下跌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通膨升溫 所以導致了美國科技股的 下跌的壓力 所以說整個科技股 走弱的情況之下 稻子最近也開始在補跌 本來道瓊是領頭羊 現在連道瓊也開始走弱 沒錯 本來道瓊在上週 還創歷史新高 但是本週 道瓊也被 美國整個盤勢給壓下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道指在這個禮拜 他曾經出現了連續三天的下跌 但是好在是拉了一個 紅K棒上來 大家注意 他並沒有站回月線 阿哥剛剛講的月線 對 月線很重要有沒有 還沒站回去 這條的綠色線是月線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也就美股的週五的行情 道瓊能不能站回月線 就變滿關鍵的 這是個關鍵 好 這是道瓊 看上一頁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 所謂的外有這個美股不穩 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道瓊的這個觀察點 另外內有疫情升溫 缺水缺電的問題 所以說你們觀察三個指標 我們在內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大家 觀察兩個指標 在外的話 我們觀察三個指標 好 我們先把這個 美國股市部分把它看完 這是道瓊 再來我們看的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納子 下一張 納子是直接往下掉 對 這科技股非常的弱格 雖然說它在這個美股週四 也出現了一個0.72%的反彈 但是各位要注意 它是一個十字星的一個 這種所謂的變盤的訊號 而且我們的現學現賣 剛剛阿哥教大家 月線也破了 季線也破了 在生命線底下 有點嚴重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它現在目前都是 這個軍線往下彎的 所以說這個壓力蠻大 它的高點在14211點 現在目前指數幾乎差了1000點之多 所以說這個壓下來的威力 可以講說是相當大的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前波低點會不會被跌破 這是納子 我們再來看一下廢半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在美國股市裡的四大指數裡面 跟台股密切聯動的其實是廢半 對 因為畢竟台積電 這個ADR是掛牌掛在廢半 各位可以看到廢半 它其實比納子更早做這個高點 更早建高點 3314的點位 跌到現在目前2842的這個相對的低點 其實它其實這樣的一個 下殺的一個幅度已經超過10%了 而且跟納子一樣都是在月季線底下 對 那我們一般講說 從高點下來殺到10%代表什麼 代表它已經進入到一個所謂的技術性修正 修正 那如果說跌到兩成的話 那小心點 它又進入到一個技術性熊市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它也是一個均線下彎 一個相對比較疲弱的形態 那我們在下面來看 這個所謂的三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就是這個波動指數 如果再繼續往上升相當不好 那現在目前看到稍微下壓比較好一點 恐慌指數本來往上衝 現在稍微有下降一點點 對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指標 第二個指標就是說這個 第一個指標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要回到上一頁去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二月的時候 VIX指數曾經有一波的上揚對不對 那這一波我們對照一下 這個廢半指各位看下一張 二月份引波上揚的時候 廢半指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波下跌 所以說這個告訴大家 只要這個VIX指數上去 你要小心它下壓的壓力會更大 那現在比較好一點 剛剛可以看到它上去稍微回頭一點 有降下來 那如果它再往上衝 那就要小心 對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指標 下一個指標就是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上升 大家可以代表什麼 代表市場風險上升 是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它已經連續兩根紅K棒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美元指數會不會繼續往上挺進 那這個繼續挺進的話 你要小心美國的壓力會更大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指標 就美國十年期國債 公債殖利率 有沒有一點要去挑戰 這邊高點的味道 好像有 那如果真的去突破這個高點的話 那就完了 那美國科技股的壓力會更大 因為二月那一波 美國科技股下跌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因為美國十年期 國債殖利率大幅上升 那時候所有的媒體 每天都在講 公債殖利率 創新高 創新高 現在又有一點這種跡象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下一頁 到底台股 我們現在觀察什麼 台股我們觀察兩個指標 對 現在看內在指標 所謂的內外交迫 那我們看台股到底指穩了沒有 先從融資的角度 從融資角度來看 各位可以看到 不含今天 融資餘額兩日 它是大減 這個8.13% 減了209億 這幅度算很大 10日 融資減了350億 減幅是12.9億 好 那我們來對照一下大盤 大家可以發現 到底它跟大盤之間的一個關係性是什麼 本波段剛剛大家可以講 4月29號當時的高點 17709點 到這個禮拜的低點 有禮拜三盤中最低 15165點 波段跌幅14.3% 但融資最近10個交易日減幅多少 12.91 請問有沒有追上這個跌幅 指數跌比較多 但融資減肥好像還不太夠 還不夠 有一點點還不夠有沒有 但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況是什麼 最近三個交易日加捲值的跌幅大概是8% 融資減了12.4% 3日來看的話 融資減幅又比指數來得多 沒錯 所以最近三天 融資有加速減肥的味道 但是如果我們看10天 看20天 看半年 看一年 減肥的幅度還不夠 這樣聽起來應該是極短線 因為融資減得夠快 也有可能反彈 但是如果拉10個交易日來看 融資減肥又還不夠 所以操作難度特別高 那我以這個5月12號做分界 給大家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知道嗎 去年的5月12號到今年的5月12號 大盤總共漲多少% 大盤漲了62% 62% 那融資增加多少 融資加1400多億 真的幅度是130% 融資增加130% 但指數只漲了62% 這就好比什麼 融資也增加太多太多 這就好比一個 原本應該體重60公斤的人 一下胖到120公斤 那你覺得他心血管會不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多看健康2.0就不會變弱 對 所以減肥是必要的 但可能也不是少吃幾餐就能減下來 對不對 所以需要一些時間 那我們來看貴買 貴買最近兩個交易日 融資減了59億 是9% 各位看到10個交易日 他減的是150億 減肥是20% 減肥還蠻多的 對 我們就來對照一下貴買 大家可以看到貴買指在這一波的下跌過程中 他其實他的跌是相對於大盤來講 他並不是 他並沒有比大盤跌的少 以這個禮拜來講 全州大盤跌了1400點對不對 跌幅是8.5% 貴買剛剛好也跌了8.5% 你說就有這麼巧的事情 這麼巧 那我們來看一下貴買的整個融資的情況 本波段貴買的高點是216.32點 低點180點16點 所以跌了16.72% 那融資最近10個交易日 貴買減幅是20.2% 不錯 不錯 有沒有 他是不是比大盤的 比貴買指的跌幅大 對 那最近3個交易日 融資這個貴買指 指數跌了7.3% 對 那他減幅是13.53% 融資都減得比較快 那應該算好事 沒錯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大盤要止跌的關鍵在哪裡 貴買要先止跌 說得好 因為這一波貴買殺了最兇 先跌的先止跌 沒錯 大盤就有機會 所以貴買又是所謂的 本土內資的力量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如果本土內資 真的覺得疫情安了 因為我們的疫情東西 只有指揮官知道 我們期待 其實都是聽指揮官的 是的 我們也沒辦法預估到底 今天是加30還是加20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不用去猜疫情 我們從貴買 會不會先止跌來看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另外最後跟各位報告 我認為當沖要枯蕩下來 就是你剛剛提醒的 大家不要一直在做當沖 你每天在那邊沖來沖去 剛不探急 真的有賺到錢嗎 各位朋友 你去看一下最近的報導 有四成的這個當沖在裡面 每天有四成的人進去幾個小時 就想賺錢然後再出來 你覺得這股市會健康嗎 基本上可能不太健康 是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13號當沖 捐到了47% 一半人在當沖 這樣子的一個當沖 如果不哭到的話 基本上大盤的波動 也不會止住 所以說也注意一下 當沖的一個佔比 好 謝謝沐華哥的一個提點 他重點就是 這一波如果貴買能夠先止跌的話 搞不好大盤就有機會做止跌 然後大家這個當沖 盡量不要太用力 希望哭到一點 對行情是有幫助的 謝謝沐華哥 先進一段廣告 帶回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籌碼這麼亂 到底該怎麼辦 好 好